陈自瑶与黄翠如一向老友 经常拍片晒搞笑户 友情令网民羡慕 今日19日陈自瑶与小红叔分享片 指黄翠如到访他家 更特地为黄翠如煮乌冬片 可见二人多番护制 陈自瑶虽然笑骂黄翠如 晚吃东西 亦多番轻打要求他服侍的黄翠如 但心甘情愿为对方煮食 二人在厨房内拍片更宜 曝光了王浩信的生活痕迹 陈自瑶今日与小红分享影片 可见他晒厨艺 展露贤妻一面 虽然指简单煮碗番茄牛丸乌冬 以及煎汁蛋 但都可见动作利落 不少网民都赞他非常贤淑 但比起陈瑶的厨艺 严厉的网民反而更关注厨房内的 三杯子及一个保温杯 有网民估计他们一家三口住 推测其中一个杯子必定是王浩信的 有疑似陈自瑶与王浩信的CP粉指 他们夫妻俩甚少同框 好在陈自瑶的社交平台找王浩信的生活痕迹外 得寸进尺的黄翠如到访陈自瑶家中 要求好主食之外 更多番催促 相当厚面皮 难怪上菜时 自瑶都不禁轻打他的头 陈自瑶好奇黄翠如为 下午三十多才吃当日第一餐 黄翠如做出可怜情 称自己早上在家要抹的又要洗衣服 更笑止 不出眼泪 随手就拿起一只药油涂在眼周为息 鼓出眼泪 我见到你这屋都进了只阿婆香水 陈瑶健黄翠如将药油做壮点在眼旁 及笑止 查过 另一众网民笑爆嘴 星岛头条APP经已推出最新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